沉迷女色 爱用春药 再为短暂 却成为一代明君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荣庆帝朱宰记的故事 朱宰记可以说是一个天选之子 他是嘉靖帝朱厚总的第三个儿子 按理说 在古代封建王朝都是长子继承治 向朱宰记排老三的 就算是极其狂妄 最后也只能是一个王爷 关键朱宰记一点都狂妄 在皇帝和兄弟面前 极其木呢 寡言少语 这让嘉靖帝朱厚总极其不看重这个皇子 所以在朱宰记的前半生 就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御王 是个御王爷就算了 关键他的母亲杜康飞 是飞子之中最不受宠爱的 所以别的王爷在皇宫中 还可以靠着自己的母亲活着 而朱宰记却只能在大明皇宫里 忍受着孤独朱宰记的人物设定 就现在的话说 就是一个妥妥的龙套 一个大明王朝的边缘王爷 没有实权 一切都听自己大臣的 在明朝时期 边缘的王爷 通常有两种命运 一个就是 住在王府之中 被皇帝监督着 慢慢等待死亡的来临 再就是 如果有点能力 就去就翻 在离子近成远的地方 驻守边疆 最后算是客死他乡 但是人的命运 总是不可捉摸的 偏偏就是这样一位王爷 最后成为了 大明王朝十六位皇帝之一 朱宰记是如何从一个边缘人逆袭成为一个皇帝的呢 还就真不是 他主动想要这个皇帝 嘉靖帝有几个儿子 还算是不错 分别是长子朱宰系 也就是当时的太子 但是这个太子极其短命 不久就死去了 嘉靖帝悲痛欲绝 嘉靖帝诸后总有一个爱好 那便是想长生不老 整日求仙问道 天天吃丹要打坐 整日不管朝中之事 但是嘉靖帝的王霸之术 在明朝皇帝之中 绝对是佼佼者 能把大臣们拿捏住 嘉靖帝虽然不上朝 但是朝中之事 依然被他看得极其清楚 在太子死后 嘉靖帝伤悉欲绝 大臣们也是坐不住 国之储君 乃是国之本 但嘉靖帝却一直不立储君 所以朱宰系一直是王爷 再说 虽然太子是死去了 但是嘉靖帝还有一个二儿子 换作朱宰锐 嘉靖帝这时候 又立自己的次子朱宰锐为太子 但这次嘉靖帝 却听信一个道士的谗言 直接断送了朱宰锐的性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朱宰记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 天天吃药 极其好色的龙靖的朱宰记 到底如何从一个大明边缘人成为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究竟有多好色呢 嘉靖帝的大儿子死后 只能由他的二儿子朱宰锐来继承太子之位 但是嘉靖帝一心修道 甚至到了鬼迷心窍的地步 他把自己儿子的死归结为父子见面 于是就为一个老道士 这个老道士换作陶仲闻 他就说修道人一定要有忌讳 告诉嘉靖帝大儿子的死 源于一种忌讳 修道人讲究二龙不相见 古代的皇帝自称是龙 所以讲究二龙不相见 见到了两龙必有一伤 嘉靖帝作为修仙狂热者 对此更是深信不疑 所以再立自己赐子朱宰锐 回太子之后就把朱宰锐赶出紫禁城 让他不要回来 以免二龙相见会折寿 就这样 大半辈子没有出过紫禁城的朱宰锐 因为长时间外出 水土不服 再加上古代 一辽条件差 当上太子才几年 就跟他的大哥而去了 一心修宪的嘉靖帝 这次可就慌神 如今两个儿子都过世 这可如何是好 所以他就坚信 不能过早来立太子 但是在立储君这件事上 皇帝可以拖一拖 但是大臣们可等不下去 立太子就是为了选择接班人 早点选择 就能更好站队 好为自己的以后想 大臣们只有站好队伍 才能高枕无忧 才能有高官厚禄 嘉靖帝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死后 立储君可以选择人选 就只有顶王朱宰镇和豫王朱宰记 朝中的大臣也是一刻不闲 抓紧开始站队 以严嵩为首的大臣 开始站到井王朱宰镇这边 以徐阶为首的大臣 开始往豫王朱宰镇靠拢拢 徐阶和张居正等人 为何会扶持豫王朱宰记 恰恰就是因为 朱宰记比较木讷少颜 便于他们控制 两方的大臣 真是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 嘉靖帝自称自己是世外高人 最烦别人来打扰他 于是就随便做了一个决定 就想先立一个老实人当太子 在合适的时候 就把他给换掉 嘉靖帝相信二龙不能相见 但是他跟豫王朱宰记见面 说明在内心之中 就觉得朱宰记根本就不是真龙 反而认为井王朱宰镇是真龙 虽然朱宰记被立为太子 但是内心之中 嘉靖帝最佳人选 依然是井王朱宰镇 就这样 井王朱宰镇被赶出京城 往外地就翻去了 极其莫名其妙 一生寸功未立的豫王朱宰记 居然成为了太子 一些下级官员 有的甚至 连豫王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久之后 井王朱宰镇也死在藩地 太子朱宰记 唯一竞争对手 也就没有了 只等嘉靖帝修先成功 然后就可以做皇位 那当上皇帝的朱宰记 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纵于过度 天天吃春药 但又视为一代明君的朱宰记 身上究竟有哪些故事呢 自己的直接竞争对守井王 一命无狐之后 太子朱宰记家里的门槛 都被官员给踏平了 但是这位真龙天子 被嘉靖认可 便是让人从此不见面 直到嘉靖帝死去 太子朱宰记也没有 见到自己的父亲 嘉靖帝一面 那当上皇帝之后的朱宰记 又是怎样的呢 嘉靖45年 嘉靖帝驾崩 朱宰记即位 改元龙庆 龙庆帝还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把骂嘉靖的海瑞给官府原职 并且做到大理寺城 而且解除海靖 允许民间的私人下海做生意 实称龙庆开关 流入中国的白银 达到三亿三千万两 在军事方面 打击倭寇 整个明朝的国防 在此时期大大巩固 但明目中朱宰记的私生活 却是极其混乱 后宫三间家里 朱宰记虽然白天朝堂处理正事 但是晚上却是夜夜生歌 每晚都要找妃子享用一番 作为一个皇帝 三宫六院那是家常便饭 但明目中朱宰记 每晚都不能闲下来 实在是纵于过度 在身体透支的情况下 他居然开始使用药物 以前一晚要一个妃子 变成上半夜一个 下半夜一个 在这样的操劳之喜爱 荣庆六年 仅仅当了六年的明目中朱宰记 并逝于前清宫 死时才三十六岁 皇位传给了半例 今天就到这 下期见